大家好 現在我要介紹一個很簡單的節奏 這個節奏可以對應到大部分的八分音符節奏 也就是你在一般流行音樂、搖滾樂裡面聽到的節奏 你都可以用今天的這個手法來對應 可以配這些音樂來玩 可以搭配其他的樂器跟樂團一起 這個節奏它來自一個古巴的節奏 名稱叫做Tunbao 但Tunbao有一些延伸跟變化 這個靈感是來自於Tunbao 通常傳統的Tunbao是打在Konga上面的 但今天我們不用Konga 就用手上的這個8吋的金杯 所以手法會有一些調整跟簡化 我們順便來說明一些打手骨的一些基本動作 所以今天的這個手法不只用在金杯 用在Konga 用在其他的類型的手骨上面也可以適用 我先來簡單的示範一次 就基本上由剛剛的四個動作所組合起來的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的目的是一個低沉 而且肥厚的聲音 我要一個低音 所以我在打的時候 我用我的手掌去打在鼓的 不用到正中央 稍微偏旁邊一點點 你會注意到 我打下去的時候 我的這個手掌的下緣 會留在鼓皮上面 但是手指或者是手掌的前端會稍微的彈起來 這個動作你要彈起來多少就看情況而定 所謂的看情況 因為每個人的手的大小力道都不一樣 以及你手上的鼓的鼓皮的厚薄程度也不一樣 基本上比較薄的鼓皮比較敏感 你雖然容易打出聲音 但是它沒有辦法承受一個很大的動態的力道 我這邊說沒有辦法承受的意思 並不是鼓皮會被你打破 而是你會發現輕輕打就有的效果 更用力打結果是聲音爆掉 然後沒有原本預期的效果 就是鼓皮它承受的力度的動態範圍 因為比較薄的關係 動態範圍沒有那麼大 但是這樣的鼓皮好處就是你輕鬆打就可以了 我們來再試一次 這個動作有的時候 有的鼓手會變成 打下去的時候 手不直接黏在鼓皮上面 很快速的彈起來 像是這樣 你會發現這個低音的聲音 好像可以延長的再長一點 或者是 你可以看情況去調整 目標都是一樣的 都是打出一個肥厚的低音 下一個聲音呢 就是把聲音悶住 這個聲音不用很大聲 只要有一個 有一個時間點 一點點的感覺就可以了 所以 順著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直接把手指壓上去就可以了 有些鼓手會特別強調 要把手指 並攏 這樣因為 並攏的時候 下去的聲音顆粒感比較大 那我自己是比較輕鬆 有時候就打開 因為現在手上的這個鼓 它是蠻靈敏的 我覺得 只要 你不要變成 不要變成 手指是分開的 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這樣就不是我們現在想要的 只要你下去的聲音 是乾淨整齊的 就可以了 所以連起來是這樣 或者是 手掌彈起來的話 你就把第二個聲音 整個手掌 壓回去就可以 會變成 所以 前面兩個聲音是 一個低音 然後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悶的 小小的聲音 或者是 好 接下來我來講下一個聲音 畫面上我是用左手 我用 前端的 我用這個 三隻手指頭是 食指中指無名指 的前端 來打在 部分的框 帶到一點點的骨皮 當然這個情況下 是我的右手手掌 是悶在骨皮上面的 這樣子打 你會聽到一個 乾乾的 然後小小的聲音 至於在打的部位 看情況 如果你覺得聲音的顆粒 想要大一點的話 你就多一點點 手掌 但是太多的話 就會聽到很多低音 這不是我們的目的 現在是要的是一個 比較偏向高音的 一個音頻 但如果你的力量夠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 用兩隻手指頭就夠了 甚至一隻手指頭 這個看情況來調整你自己想要的音色 這是第三個聲音 這第三個聲音 我們練習好了以後 把它大一點 把力量加大一點 它會聲音變得有一點 脆脆的 我們有人說這個聲音像是 slap的聲音 你會聽到一個脆脆的 有種爆炸感 這樣子 事實上這兩個聲音就完成了 分別是 用力打的這個 是第三個聲音 然後輕輕的 是第四個聲音 今天這個手法 就是用這四個聲音來組合 我們再來一次喔 第一個聲音是 肥厚的低音 第二個聲音是 乾乾的低音 第三個聲音是 脆而響亮的 第四個聲音 是比較小聲的高音 連起來是 在使用上 每兩個音 算是一拍 所以 我們念的拍子 剛剛打的 一共一個循環 算是兩拍喔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也就是 1 2的內容 跟3 4的內容是一樣的 好 再一次喔 1 2 3 4 1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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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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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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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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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